而在疫苗施打之前 有好多人就怕自己已经确诊了 就会赶快跑去快筛 但是一下太多人涌入 又可能会造成医疗的浪费 就能力无法负担 所以到底谁才是真的需要快筛的人 我们询问了医师 也帮您整理了 如果说您是有接触史 到过这个高风险的地方 还有就是收过细胞简讯 以及有相关的症状 像是您会发烧 或是会腹泻咳嗽等等 这四种人 就建议你赶快去做快筛 但如果说都没有的话 就建议您做自主健康管理 把资源留给需要的人 你有咳嗽咳不停 还是腹痛腹泻的症状吗 正值新冠疫情肆虐 有点相关症状就容易引人恐慌 是不是该去个快筛 不过专家建议 如果你是这四种人 曾与接触者有接触时 到过或身处高风险足迹 受过细胞警讯 或是你有相关的八个症状 像是发烧 咳嗽 腹泻 的确是要注意 但不是只要符合一项 就一定要去快筛 如果是在比较不是热区的地方 那边感染的人不多的地方 其实也不禁然说 一定要这样去快筛 台湾自觉有症状 才到快筛站的民众 已发烧 喉咙痛 咳嗽 腹泻最多 如果在高风险区 无症状 最好的方式就是在家隔离 在家里尽量准备一些可以预留的房间 如果可以的话预留给你的亲人 林荺然预估疫情要降到二级警戒 每天本土兵力必须是十个以下 短期之内太难做到 只希望民众能够做好自我防护 缩减社区传播链 华雄精选罗大伟台北报道